Hello 我是Dr.Kong 我是Nancy 我們今天來猜猜不同年代的兒歌 一起猜猜 足球小象 十二隻狠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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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猜了 小鸢子 The wheels on the bus Frozen The wheels on the bus 聽到這個 Baby Shark 厲害 很厲害 剛才的歌曲裡面有一些經典的文歌 也有一些卡通片的主題曲 未必手手都適合作為幼稚園音樂課堂的音樂活動 尤其在選擇兒歌的時候 可以留意歌曲的旋律和節奏 重複的旋律或者簡單的節奏 其實都可以幫助小朋友去掌握歌曲的內容 更加容易跟著一起去唱 令到他們更加投入在音樂活動裡面 另外我們都要留意歌曲的音域 太高音太低音或者太闊 其實都不適合 當然我們還要看小朋友的年齡和程度去選歌 所以如果要在剛才的歌曲裡面 選一首給K1的小朋友 那我就會選 Wheels on the bus 這就比較簡單 重複的旋律也都更加容易上後 Wheels on the bus 除了旋律重複之外 歌詞也都會loop著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K1的小朋友都可以跟著老師一起唱 謝謝大家 音樂學習對於小朋友各方面的發展都有益處 研究證明音樂可以促進兒童的語言能力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唱歌和說話其實有很多地方都相似 例如唱歌有音高 說話會有聲調 我們平時說話也會有節奏感 所以音樂和語言其實是可以互相去補足 還有在音樂活動裏 幼兒要專心聆聽節奏 才可以跟得上歌詞和拍子 所以音樂亦都有助提升幼兒的專注力 嗯 音樂可以令幼兒更加集中 難怪得不少幼兒園都會利用音樂 來做日常常的常規管理 例如會用音樂提示小朋友要去排洗 或者夠鐘要去下一個課子 都可以幫助老師訓練小朋友自律 是的 音樂亦都可以促進行動力和社交能力 對於小朋友各方面的發展都有益處 其實由兩個月大開始 嬰兒的聽覺已經開始發展了 有研究指出 五歲前的幼兒比大人 對於音高的辨別能力更加高 所以五至六歲前可以說是訓練聽力的關鍵期 不過除了聽力之外 我們都要留意小朋友的發展程度 學樂器需要運用到手的小肌肉 吹咒樂器需要運用到口部的肌肉 所以我們都建議小朋友到了五歲之後 才開始學樂器會比較好 因為五歲之後小朋友的小肌肉發展比較成熟 學習樂器自然會容易掌握 至於五歲之前 其實我們都可以陪小朋友多些接觸不同類型的音樂 唱一些旋律簡單的儀歌 玩一些音樂節拍的活動 都能夠刺激到小朋友對音樂的興趣和音樂感 也有助小朋友日後的音樂發展 可以在課堂上用自彈自唱的方式帶領活動 當然自主性會高一點 亦都可以和小朋友有多些的互動 更加吸引到小朋友投入 不過除了鋼琴之外 其實我們都可以利用其他不同的樂器 去帶領音樂活動 例如小結他 或者敲擊樂器 我們大學的幼教課程 其實都有提供基礎的音樂技能訓練 所以同學不用太擔心 不懂彈鋼琴會不會帶領音樂活動 除了我們常見的鋼琴、結他、敲擊樂器之外 我們都會教導幼兒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物料 例如紙巾盒、橡巾等等 來製作樂器 一邊進行科學的探索和示威的創作 一邊享受音樂樂趣 多謝了 多謝、多謝 10頂 大丈夫 一點點 我們可否會頂 sometimes 來做幾件事 我們要來做幾件事 我們可以吃個餐? 阿翔 我不會再吃個餐? 所以我們收成 sitzt